好的 感谢婷婷的报道 澳大利亚南澳的法轮功学员Catherine 自幼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Catherine 今年35岁 我从12岁开始就跟随爸爸妈妈一起修炼 23年了 这一路走来 我都觉得我被大法的师父时刻呵护着 记得小时候晚上经常随父母亲参加学法组学法 周末就去公园成练 还有和其他同修叔叔阿姨们去边缘的乡镇介绍法轮功 几年后我来到了澳洲读研究生 毕业后到南澳洲的交响乐团 当任财务会计师 带领了一个会计团队 两位在团队工作多年的员工都很不服气 觉得我年纪小 资历少 不能胜任好这个职位 因此工作上也不愿意配合我 回到家了 爸妈就会从修炼的角度上跟我交流 让我体谅别人 比如说 就是对谁都有用上 你不用把它看成是你的下属 我就告诉他 咱们又考虑别人 你的下属 她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身体又不好 也是挺不容易 我心里的不平很快就会消失了 能平和地看待这些事情 我用法轮功真善人的标准 要求自己预示谦和仁让 为员工着想 尊重他们 因为师父教导我们 我们在哪里都应该是个好人 渐渐的他们在工作上遇到难题的时候 都很愿意来找我帮忙 当然也非常愿意和我相处 现在我在一家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日常事务会参与到公司的运营决策 世界法轮大法日快要到了 我想借用这个机会对师父说 感谢您传给我和我们一家人 这么好的大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